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境和水务部长段伊布拉辛的言论更是泛众怒的 那么段伊布拉辛日前指出 民众没有认真看待天气预报和警报 以为只有东海岸才会发生水灾而毫无准备 有关的言论引起网民踏罚 并质疑说政府没有做好准备和行动来去应对水灾的 有推特用户认为 政府应该在事发前和事发的时候就召开新闻汇报会 也有人要部长停止推卸责任 并在人身当中承担一次责任 槟城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也在脸书说到 身为掌管环境和水务的部长段伊布拉辛 应该在水灾发生的时候站在最前线 不过部长却在水灾退去之后 指民众要承担责任而不是政府 拉玛沙米狠批段伊布拉辛身为环境部长 而没有担当部长的责任 理应要辞职 另一边乡 批雷公正党宣传主任穆哈姆阿拉法 则是悬赏1000令吉 要求公众协助寻找四位被指失踪的政府部长 这四人分别是 国防部高级部长西山穆丁 清体部长阿穆法伊莎 环境部长段伊布拉辛 以及通讯部副部长查西迪 也是乌鲁金打州议员的他指出了 四位政府部长的面孔 完全没有出现在协助灾力的行动当中 他有义务提出这项悬赏 有关的赏金将生效到发现他们的下落位置 除了部长们被抨击 首相伊斯麦沙别利也无法倖免 澄清党的雪州淡江州议员沙阿里 日前指首相怀有恶意 不理会雪州大臣向中央发出的求助信号 因而呼吁雪州人民 尤其是灾力们集体入禀诉讼 提告伊斯麦 不过呢 武统宣传主任沙利 则是批评对方 试图卸责给联邦政府 并认为如今各灾区急需灾后重建 沙利不该在此时煽风点火 煽动民众来提告 沙利尔也说 在水位开始上涨的12月17号 首相听完报与汇报之后 就动员联邦政府的资源来去救灾 因此指控首相没有作为 或救灾迟缓并不公平 昨天的百个大事记和你提到了 荣福州大臣哈斯尼坦言 执政党此刻的处境确实有点不稳 会研究看是否有必要提前举行周选 今天荣福西蒙三党主席联合表示 哈斯尼发表有可能举行周选的言论 显示他并不体恤正在受苦的老百姓 那么荣福西蒙认为说 州政府应该在疫情之下 全力援助人民 目前谈论是否举行周选欠缺敏感度 文告也指出 虽然州议员奥斯曼沙比安病逝之后 州议会出现28席对27席的局面 但是荣福西蒙的一致立场是 将所有人力物力都用来援助人民 而不是争夺权力 首相伊斯曼沙比利的兄长卡玛拉扎曼 在今年10月创办了人民权力党 身为党主席的他今天强调 作为多元种族的政党 该党希望能够取代民政党 以添补国阵这方面的空缺 那么根据他的说法 人民权力党的立场很明确 就是经国阵或者是由国阵组成政府 因此他们正在向国阵申请成为 国阵其中一个成员党 卡玛拉扎曼也是希望 该党在来期大选当中 以自身的影响力助国阵一臂之力 并说了如果国阵不接纳他们加入 他们就只会在来期大选当中 专心的为国阵助选 不会派出自己的候选人介入其中 最后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